9月29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川藏铁路建设,并发布关于新建川藏铁路亚安至林芝段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主要内容。 目前川藏铁路成都到亚安段已经通车,林芝到拉萨段正在建设,亚安至林芝是川藏铁路最后一段还未开工的铁路。 有世纪工程之称的川藏铁路是一条连接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快速铁路,成东西走向,是青藏铁路后的第二条建藏天路,也是中国新南地区的干线铁路之一。 川藏铁路可以分为三大路段,分别是成都至亚安、林芝至拉萨、亚安至林芝。 成都至亚安段已于2018年12月28号开通运营,林芝至拉萨段2014年底开工,今年9月20号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完成铺轨,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还未开工的亚安至林芝段铁路,海拔落差超过4000米,桥碎比超过80%,板块活动强烈,山地灾害强烈,生态环境脆弱,是川藏铁路中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 该段铁路获得发改委的批复,意味着川藏铁路全线开工,只日可待。 发改委批复内容显示,川藏铁路亚安至林芝段设计时速120至200公里,起自旧有成雅铁路亚安站京甘兹昌都林芝,接触在线拉林铁路,新建正线1011公里,全线共是26座车站,配套成都林芝运营保障基地。 亚安到林芝铁路项目估算总投资约3198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用67亿元。 发改委提到,该项目全部由国家出资,这在铁路建设中极其少见。 一般干线铁路建设资金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出资,国铁集团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成绩铁路中央不承担投资,川藏铁路,成都至亚安段,拉萨至林芝段的投资中,均有地方政府和国铁集团的身影。 亚安到林芝段这样完全由国家出资的铁路很少见,根据发改委此前批复的内容,川藏铁路成亚段总投资为41.65亿元,拉林段总投资为366亿,加上亚安至林芝段的3198亿,川藏铁路总投资超过3600亿。 除了投资金额大外,川藏铁路建设难度也堪称史无前例,工程需要面对崇山峻岭,地形高差,地震频发,复杂地质,季节动土,山地灾害,高原缺氧以及生态环保等建设难题。 川藏铁路集合了山岭重秋,高原高寒,风沙荒漠,雷雨雪霜等多种极端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跨11条大江大河21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被称为最难建的铁路。 从目前已知的建设难度看,川藏铁路需面临五大世界难题。 一、山川河谷,川藏铁路横跨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起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东西横川横断山脉至青藏高原拉萨平原,沿途翻越二郎山、蛇多山、高尔四山、沙鲁里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博书拉岭和四季拉山等众多山脉,沿线跨越大渡河、鲜水河、雅隆江、金沙江、缆沧江、 泡龙藏布江、泥阳河等诸多河流。 其中成都至雅安以及林芝至拉萨段地形相对平坦,雅安至林芝段山崇水赋为无数纵横交错的峡谷河谷所组成的巨大山源。 由于川藏铁路采用台阶式路线直攀高原,故其建设难度远比采用缓坡式的青藏铁路要大。 锦拉林段全线就有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共有10千米以上的特长隧道6座,15千米以上的长大隧道15座。 2. 地形落差 川藏铁路沿途地形落差极大,全路段最高海拔4400米,全线海拔落差3000多米,桥穗工程占比达81%,从成都到拉萨线路八起八幅,累计爬升高度达1.4万米。 亚安至燃乌段在山源面的高程从西北部的4000多米,下降到东南部的3000多米。 山源面以下从北到南,河流逐渐深切,形成连续不断的峡谷,铃谷间的高差可达3000米。 卢定至康定段直线距离只有50千米,海拔高差达到2000多米,相当于每千米高差达50米,超出铁路承受范围。 为解决地形高差问题,建设单位采用展线方案,通过迂回曲折的路线,逐Z形路线消除过高坡度。 利用超高桥梁衔接盘升上来的铁路,使用双击牵引加强列车动力实现爬升,但同时还需严格控制列车的刹车状态。 3.板块活动 川藏铁路亚安至林之段,位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大规模碰撞挤压而龙升的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穿越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 河流下切和高原侵蚀强烈,沿途山高古深,地层岩石复杂多变,地形切割破碎,地震活动剧烈,加之气候恶劣复杂,致使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强烈,沿线地质灾害种类及其规模均属罕见。 川藏铁路穿过甘兹卢祸地震带,雅鲁藏布江地震带,地震设防烈度均在8级以上,地质构造运动活跃,地震频繁,烈度高,地应力高,断层如滑变形强烈,锦拉林至林之段穿过的断裂带就多达18条,历史记载以来的7次以上地震达8次,5至7级地震多达15次,须面对深大断裂破碎带。 4.复杂地质 川藏铁路沿途地质复杂,不良地质极度发育,地下水和地表水丰富,有孔系水、基岩列系水、岩溶水、断层带水等,包括高温热水以及低温溶雪,有石变岩、泥质岩、黏土岩、软土、岩溶、岩岩和石膏,以及其他远古火山岩石等不良地质,存在放射性或其他有害性气体。 在极端地质作用和风化作用下,川藏铁路沿线的山地灾害频繁,山崩、滑坡、泥石流、落塌方、落石以及突泥等地质灾害频繁,其中岩暴、泳水和突泥是铁路施工期间的三大棘手难题。 5. 高原高寒 川藏铁路大部分路段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山地,最高处要通过海拔5100米的东达山亚口,稀薄空气可导致头痛、失眠、呼吸困难等高原反应,低温以及强子外线均给施工人员带来严峻考验。 川藏铁路图经区域温差巨大,夏季气温可达40度,冬季气温可达零下20度,昼夜温差可达35度,隧道洞内热泉可达92度。 高寒环境带来的主要天然隐患是季节性变化的冻土和积雪,冰雪能以阻塞、冻涨或融化冲击等作用破坏建筑物,通常结合昼夜温差、雨水、地震、强风等形成冰川泥石流、山洪或雪崩等自然灾害。 既然建设难度这么大,为什么中国还要誓死打通这条铁路,对国家而言有重大战略意义? 从经济安全看,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仅百分之六,经济和人口过于集中东部,不安全,再造西部不仅可分散国家安全危机,也可以扩展更广阔的人口与经济腹地。 此外,西部集中了50个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区域,对中国国防安全和民族统一至关重要,不能仅仅以经济角度来衡量川藏高铁的战略价值。 而看不到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民族安全、对外开放等领域,西部高铁提供的巨大外部性,格局和眼光过于狭隘。 在全球重回路权时代的历史时刻,中国实现高铁版图的统一至关重要,打通川藏高铁,将使内陆与广袤的西部彻底连为一体,繁成中国中西一体的历史使命。 东绝繁华,西绝生死。 中国两大区域不同的使命经由川藏铁路得到统一。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川藏铁路的建设必将迫使中国隧道建设在设计及工装上升级换代。 机械化施工也将从零星配备而转入大工装成隧道施工。 中国的隧道设计及施工技术都将会因此而得到提升。 我们还能看到川藏铁路不仅可以内敛长江经济带,而且外接南亚诸国成为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让西藏人民得以成一带一路之风,破浪前行于世界。